总编辑时间 欢迎您收看 我是李宁思 陕西西安一名在疫情管控区内的孕妇 一号晚间因腹痛 由救护车送至政府指定可以接诊管控区患者的黄马医院 西安市高新医院 但由于核酸报告过去四小时 未被及时接诊 在院门口大出血 最终流产 胎儿已经八个月大 事件引发舆论关注 西安市卫健委经过调查之后 认定事件为一起责任事故 并将涉事医院总经理停职 对西安市卫健委主任给予党内警告 另外 西安市卫健委还责称 涉事医院主动与患者沟通 安抚补偿 并向社会公开道歉 要求医院加强管理优化就诊流程 西安官方之后也对医疗保障问题做出了回应 指任何医院不得以疫情防控为由 影响患者就诊 对于极为重症 血液透析等患者和孕产妇 开通服务电话绿色通道提供诊疗服务 今天是美国的国会暴乱一周年 好 我们现在看看重要新闻 稍后再看看现场 那么先看看哈萨克斯坦 在哈萨克斯坦为应对大规模骚乱的局势 当局将紧急状态扩大到全境 全国的网络连接也已经中断 据俄新社报道 在阿拉姆图市的暴乱中死亡的执法人员数 已经上升到13人 其中2人被斩首 且6号晚间再传出枪声 目击者称有人受伤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和驻阿拉姆图总领事馆 以及商会等组织 已向在哈中国企业公司和中国公民发出安全提示 呼吁同胞加强安全防范 俄媒报道说 在阿拉姆图共和国广场 6号上午有大批持枪武装示威者 与警方激烈交火 现场响起阵阵枪声 约300名军人驾驶装甲车 军用卡车等抵达市中心将示威者包围 军方现已解除封锁 据悉阿拉姆图自当天上午起 大规模清理恐怖分子 由军方和强力部门参与此次行动 哈萨克斯坦警方的发言人 6号在国营电视台对外公布 从5号晚上到6号 阿拉姆图出现了多起 攻击政府大楼的行为 在此期间 有至少十多名警察死亡 示威者方面则有数十人死亡 塔斯社引述哈萨克斯坦内政布置 警方在阿拉姆图逮捕了约2000人 总统托卡耶夫签署总统令 发布多条命令 其中包括下令成立调查组 调查暴乱发生原因 同时对违法犯罪者展开刑事调查 还要求成立委员会 对暴乱中的人员和财产损失 进行评估 对受损的各类社会设施进行修复 并逐步恢复通信 公共交通和各类机构的运行 与此同时 俄罗斯方面在6号表示 将与有关各方商讨 是否在哈境内采取进一步行动 支持当地的反恐任务 并为关键的基础设施提供保护 俄罗斯外交部则在声明中 将骚乱定性为有预谋 由境外势力煽动的 试图用武力破坏哈萨克斯坦 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行为 欧盟则在6号向俄罗斯发出呼吁 希望俄罗斯尊重哈萨克斯坦的 主权独立 欧盟委员会也表示 虽然暴力行为必须被制止 但同时呼吁各方要保持克制 通过和平方式化解当前的局面 欧盟有意愿 且已经准备好为对话提供帮助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哈萨克斯坦在新年之后这两天 突然爆发的一些暴力事件 托卡耶夫总统指这是恐怖事件 那么这些恐怖分子从何而来 背后的黑手又来自何处 现在这个托卡耶夫说要进行调查 命令政府组建调查组 查明国内发生骚乱的原因 那么我想内政部门 事先没有任何这方面的一些情报 或者信息 内政部门是要负责任的 这个托卡耶夫说 要由总检察院内务部 国安委会已经其他的专业机构代表 要查清事件的原因 现在事件已经出现了 完全超出人们的一些这个想象 居然能够用这个武器 来这个攻击政府大楼 并且对执法人员进行杀害 斩首这样的凶残的行为 到底这些人从何而来 那么是不是中亚或者是中东 过来的一些恐怖组织 为什么要向这个哈萨克斯坦下手 当然了俄罗斯方面已经说 这很明显是外部势力 要来这个搞坏这个哈萨克斯坦的完整和主权 那么到底俄罗斯方面指的是谁 美国呢 像这个政府的发言人像普萨基 马上就表态 就是说美国此与此事呢 意思就是没有关系 那么欧洲方面呢 是要呼吁 第一可以向哈萨克斯坦提供帮助 你这个欧洲和中亚离得这么远 你怎么帮助 还有他呢 照例呼吁一些 我觉得是一些这个外交语言 说要促成这个各方对话 那么各方是哪些方面 那么其实他是暗指的 这是哈萨克斯坦内部事务 那么但是呢 按照这个集体安全条约组织 他们的章程 要有外部势力干预 这个组织呢 才会出兵 而现在呢 这个组织可以说是92年成立到 现在正好也是将近30年 第一次的出兵 进入一个他的成员国的国家 来进行维和 那么俄罗斯方面早已做好准备 他是这个俄罗斯的运输机军队 用空降兵 还有这个步兵呢 已经空降到这个哈萨克斯坦境内 还有呢 像这个白俄罗斯 其他的一些塔吉克斯坦 亚美尼亚 这些相关的国家 吉尔吉斯 武装力量的分队 也加入了这个维和部队 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呢 以前在华朝条约时代 这个曾经华约组织出兵 到捷克 到这个匈牙利 那么现在呢 这个集约组织啊 这个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呢 实际上是 这个苏联解体之后 当时的独联体国家 1992年六个国家 成立了这样一个 也是一个军事联盟的性质 那么这是30年以来 第一次出兵 来进入这样的一个成员国家 来维护 这个国家的一些问题 不管怎么样吧 这里面呢 确实有很多值得调查 也很多值得研究 也很多呢 有值得判断分析 最后呢 应该查出 这个动乱 暴乱的这个根源在何处 但是呢 俄罗斯确实通过这样一次事件呢 再次的显示出了 他的权利 也再次显示出呢 在苏联解体之后 他能够重新来集结 原苏联的加盟共和国 那么形成一种军事盟国的 这样的一个这个组织 那么共同来应对 这个周边发生的 危害到任何一个国家的 这个安全的这样一个事件 这显示出普京 在周边的国家最近这两年呢 确实出手 也出的比较成功 好 看下另外一段新闻 日本和澳大利亚 6号举行视频双导会议 两国还签署了 互惠准入协定 进一步加强安保合作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 这意味着两国的安保合作 进入了新阶段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周四同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 举行了视频会晤 双方签署了 日澳互惠准入协定 决定进一步强化 日澳安保合作 携手创建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 岸田评价 互惠准入协定 对日澳合作具有里程碑意义 这意味着日澳的安保合作 进入了新阶段 日澳两国 经过长达六年的谈判 最终签署 互惠准入协定 今后 日本自卫队和澳大利亚军方人员互访 开展训练 将可简化手续 日本与盟国美国 有日美地位协定 澳大利亚成为继美国之后 第二个与日本签署 类似协定的国家 日本和澳大利亚 近年来不断增强防卫合作 而这次日澳签署新的 军事准入协定 日本国内舆论就认为 这是日澳增强军事合作的 历史性的一步 背后具有针对中国的意图 富翁 威士林淼 大则大戒 日本首相官邻报道 确实是如日本和澳大利亚 双方所表达的这次 他们签订的互混准入协定 其实是一个准军式协定 那么自这个AUKUS之后 澳洲又和日本签订这样的一个协定 进一步的是要加强军事合作 所以他们认为是很有历史意义 而且很明显就是针对中国 在澳大利亚方面 他们一直认为中国在近些年来 在南太平洋发挥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那么南太平洋这些岛国 以前都是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后院 属于西方盟国的一个势力范围 因为有美国的一些属地 也有法国的属地 当然其他一些国家 也都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前支撑 那么最近在日本和美国和澳大利亚 加强了在太平洋印太地区的 这个战略合作之后 日本有迹象表明 它将要全面的深入的介入 南太平洋的事务 日前日本独卖新闻发表的消息说 日本准备在南太平洋的一个重要的岛国 叫基里巴斯 要设一个大使馆 以前在南太平洋的像基里巴斯 像挠武这样的一些国家 他们都是由驻斐基大使馆代管 那么现在专门要在基里巴斯 设一个日本大使馆 为什么呢 很明显 就是想来对抗中国的影响力 因为前年 就是2020年的6月份 当时就有消息说中国准备在 这个基里巴斯 这一个很重要的岛 这个岛国的其中的一个岛叫坎顿岛上 提升他们的这个机场和公路桥梁 那么这个坎顿岛在二次大战期间 曾经是美国的军事基地 曾经是美国降落他们的这个军用飞机 那么由此呢 就是英国的路透社就报道说 中国可能将来会把坎顿岛 继续的升级为它的军事基地 那么这样一来呢 就引起了美国 日本 法国 澳大利亚 他们的担忧 所以日本呢 宣布要在那边建设 这个开设大使馆 那么继续的加强和基里巴斯的这个往来 在1979年基里巴斯从英国独立之后呢 日本一直是对他们进行援助 那么中国在这个21世纪之后啊 当然基里巴斯也曾经2003年和这个中国大陆断交 然后2019年呢 又再次向中国大陆复交 之后呢 中国在那边投资不断增加 那么对日本来说呢 他们感觉到这个对他们挑战很大 所以呢 这个日本的同时呢 又在这个新卡里多尼亚 又加强和法国军队的合作和演习 那么可见日本现在 已经确实在这个 因为他们的话说 要变成一个正常国家 要直接的使日本的自卫队呢 越来越军队化 来介入为美国的这个印太战略服务 那么介入全球的地缘政治了 好 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表提新闻 我们稍后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回到总编辑时间 我是李宁斯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 5号在华盛顿会晤 中国与俄罗斯的议题成为了当天的焦点 双方在记者会上强调说 对中国和俄罗斯要采取协调一致的立场 布林肯和贝尔伯克5号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会晤 在联合记者会上 布林肯表示 双方一致同意协调对华政策的重要性 尤其是在最紧迫的关切议题上 贝尔伯克表示 作为欧洲盟友 德国与立陶宛团结一致 他还表示 中国议题一直以来都是德国与美国会晤的固定话题 因为从应对气候危机到新冠疫情 所有的全球性重大问题和挑战都离不开中国的参与 但同时 德国与盟友必须坚定不移地捍卫其价值观 协调对华政策 此外 美德外长在记者会上还表达了 对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边境军事行为的关切 一旦俄罗斯升级乌克兰边境局势 美国 德国 北约盟友将会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 美国 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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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周 布林肯将与俄罗斯官员展开战略安全对话 希望通过外交途径化解沃克兰危机 但是布林肯同时也提到了美国和欧洲制裁俄罗斯的选项 这包括叫停俄罗斯与德国的北希尔好天然气管道合作 凤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逸 华盛顿报道 今天是美国国会暴乱一周年 美国总统拜登和副总统哈里斯 目前正在国会出席悼念活动并且发表讲话 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 真实的事实 那么这个事实 这个真相 也由哈里斯副总统刚才与我们分享了 我们也用自己的眼睛亲眼见证了这一切 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相信真相 我们必须要知道真相 那么现在这就是上帝告诉我们的真相 我们在2021年1月6号看到的这一切 你把眼睛闭上回想那一天 你看到了什么 看到了暴徒 看到了骚乱 看到了国会大厦外的一切的混乱的景象 看到了像这民主的地方受到了袭击 哪怕是在内战时期 这个景象都没有发生过 但是却在这里发生了 在2021年的时候 你们还看到了什么呢 看到了破碎的窗户 看到了被闯入的门 看到了数以百千计的美国人民 闯入美国国会大厦 带着武器来袭击在场的议员们 同时也与国民警卫队进行抗衡 来阻止他们进入议会厅 有超过140名的警察 遭受到了约1000次的袭击 然而什么发生了呢 那么还有很多警察 在这次袭击之后 还遭受了心理上的创伤 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回想 这一天发生的事情 怎么会有人有胆去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用自己的眼睛 亲眼见证了这一切 看到了这一切 做了这么多威胁人们生命的事情 而这还是被一个前总统所号召的 那你们没有看到什么呢 没有看到的是这位前总统 让大家安静下来 他只是在电视面前 看着这一切 毫无作为 几个小时都是如此 看着警察们受到袭击 看到人们的生命受到威胁 看着在国会大厦发生的一切 难道这是应该发生的一切吗 这就是骚乱 这并不应该发生的 这在所有人民的面前发生了 这为美国带来了羞耻 这不应该会发生的 这应该被埋葬在历史上的 我们应该要往前走 这不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应该做到的事情 这应该被埋葬在历史里面 然而我们现在必须要面临这一切 因为我们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我的美国同胞们 我们的生活真相就是如此 不管它是否是悲剧 我们必须要有力量 我们必须要非常清楚地知道 什么是真相 什么是谎言 那么现在让我来告诉你真相 那美国的前任者 好 继续为您报告新闻 对于有消息指 10名香港特区政府官员 1月3号出席了一场宴会 通常有人初步确诊 对此 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6号晚间会见传媒时证实 并且表示对多名官员 在疫情之下出席宴会感到失望 今次有这么多位官员 在疫情严峻 特别是Omicron进入社区之后 仍然是出席这些大型的聚会 我是感到失望 尤其是民政事务局局长 因为这是一个初步的确诊过案 正式的所谓紧密接触的追踪 是还未开始 但是既然涉及一个政府的官员 我觉得特区政府应该自己 也都在内部尽我们的能力 去切查一下究竟 涉及的官员有多少名 林郑月娥表示 对于奥密克戎变种病毒株 进入社区后 仍有多名高官出席大型聚会 感到失望 尤其是出席宴会后 别了一位密切接触者 需要隔离检疫的 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 徐英伟 因为其余九名有份出席宴会的官员 都只是礼貌上到场 打招呼或恭贺 没有逗留很长时间和吃饭 他强调 很多人正努力抗议 政府官员应该以身作则 避免出席私人聚会 而这次聚会并非公职上 要求出席的活动 官员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他只当局会严肃跟进此事 徐英伟在社交网页发文致歉 他表示要向中央政府行政长官 问责团队 民政事务局同事 以及香港市民致歉 为自己未能在严峻时刻 坚守岗位感到歉意 这是我这么多年来 首次看到香港的特首 这样严厉的来批评 港府的官员 确实目前全民都在政府的领导之下 不断地加强隔离 加强检测 那么加强防范 而且政府一再提出了更多更严的一些要求 在这个时候 政府官员出席一些大型聚会 结果呢 还有中间要涉及到一些这个接触者 有人初步确诊 那么这样的话呢 在香港的市民 这个里边呢 这个造成的影响呢 当然就是很糟糕了 因为你官员呢 要以身作则嘛 所以呢 我预计的这次 这个林郑啊 她应该是严肃的 要追责了 以前呢 很多的事情 大家香港政府官员嘛 都是各司欺责 那么有的时候呢 我们从另一方面角度讲的话呢 这几个官员也比较 这个放松警惕 因此呢 他也就很倒霉 因为你已经知道 在Omicron已经很严重了 虽然呢 这个还 还没有说政府提出一些具体的 这个收紧的规则 但是呢 你官员呢 在这个时候 你应该有一些 这个敏感性 特别是在这个时候呢 这像这个社交媒体啊 这个随时就可以把一些官员 指导一出事 他就马上就全民都知道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之下呢 本身要对那个航空公司的这个职员呢 就已经把它开除了 这是相当于 这个严的一些在香港啊 的一些处罚了 追责了 那么香港的这个航空公司呢 是不是也要追责 那么现在还不知道 那就在这关键时候呢 这个政府的官员 应该说是在香港来讲 高级国家出这样的事的话呢 实在是很不幸 他们自己呢 也确实有可能自认倒霉 但是呢 我估计香港政府呢 也应该追责 不叫杀一惊百吧 反正也要处理一下 恐怕才能够服众 然后呢 也做一个警示后人 好 那么最后呢 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 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